海外华人美术家協会常务理事 原来西安美术学院西部使命馆馆长 然后呢作品呢 多次荣获国家级以及国际美术作品赞的大力 作品呢被中国还有很多国家呢收藏 大家可以在各路上摄取一下 你会发现很多王冰老师作品呢 被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museum收藏 然后呢美国艺术出版社呢 出版了英文版的王冰画特个人专题 作为东方优秀艺术 收入于美国国会博物馆 以及哈佛大学Yale大学 然后呢在中国美国纽约 俄亥罗斯多次举办了色彩画展 这是一个比较传的一个简单 另外王冰老师好像准备是在 带家后面 不是那个Rage 99后面 有一个99 99大发99后面 有一个名字也弄了 专门是specialize那个东方艺术的 什么时候可能 还是摄影美术或者书法 搞一个什么展览的话 你还能选择吗 说实在的 所以我这回在99大发后面 找了一间库房 把它最近正在改造 改造好以后呢 底下是我的教室 上面呢 我装了两层 上面是一个小型的标准展览厅 以后呢 可能会为大家进行一些服务吧 就是说以后有设影呀 美术展览 最少不管怎么说 我们有一个华人有一个地方 要不然然后我们连个地方都没有 光是听说有一个 那个在老中国城市 有一个华人活动中心 但那个从真正意义上来说 还不叫展览 那个就是一个大华人 因为我这个上面呢 做的还是比较标准的一个展览厅 因为我以前做过这书吧 大概是展览厅的要求 或者规范的方法 都会所调及 所以这位也没有花很多钱吧 但是 也不算特别好 但还差不多吧 算着展厅吧 等你弄好以后 我们大家一块去中厢厂 以后有机会的话 大家的摄影展可以邀请 在那儿做一次展 开幕式是哪一天 我不知道 那行 那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王明老师 我把这个 全面还有座 还有座 左大后边 我是个搞美术 但是呢我想 构图原来的 在摄影方面呢 有一个花园 在艺术构图方面和风格化问题呢 实际上都牵扯到摄影 那么摄影呢 实际上是 摄影的这种艺术啊 最早都是从美术延伸过来的 只不过我们是一个新的科技 延伸出来的一个产物 文艺术产物吧 那个今天我要讲的内容呢 是叫 艺术构图原理 及风格化的表现 本来是今天这个题目呢 是叫艺术构图 后来为什么又加了个风格化表现呢 因为这两个是分不开的 怎么样讲都分不开 所以我想在这两个部分呢 给大家在艺术方面呢 进行一些讲解和阐述 摄影呢 实际上是一个视觉艺术 它与美术呢 都有的一个 在艺术方面都有的共同的特点 在这方面呢 因为摄影是用的是相机 美术用的是美术颜料或者是毛笔啊 或者之类的 它的形式不同 但是呢 它表现的方式和艺术的构造 大致是相同的 这个怎么换呢 这个怎么换呢 就幸福 就这样 大家一般情况下呢 大家都会问这个 就说是一个照片啊 怎么样会吸引人呀 或者是为什么好啊 这一类的问题 我今天呢 就是想从艺术的角度 给大家阐述一下 摄影方面的技法呀 这些我就不再说了 因为这方面 你们可能都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我只能从艺术的方面 来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摄影这方面呢 我们在美术和摄影 都是表现在一个三维的空间里头 那么在这一部分呢 在艺术的方面呢 我们就要有一个 首先要知道的是一个构图的问题 那么构图呢 最早 我刚才不是说到了 是原西方的 在西方绘画中叫构图 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呢 叫张法和布局 这两个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呢 主要是我们的艺术 不管是美术也好 还是摄影也好呢 我们主要的问题就出在 主要的问题是构图和风格 那么我把这两个部分呢 分开讲是 是因为前面我想讲一下 关于构图的一些原理 然后最后呢 把构图和风格后 两个结合起来 再一加 那么在这个构图方面呢 一般我们都有 一共有几个部分 这不是六个部分 是三个部分 我写错了 一个是三分法 一个是线条 一个是均衡问题 刚才有一位老师 不是那个摄影 不是在这一次的货奖上 出现的那个 他有三张作品 那么我们这一次 我顺便在这里 大概讲一下 我们这次评选的是 个盲评张的 就说是没有名字 几个人是 都不知道 互相都不知道 是谁是谁 然后是 无极名投票 选出来的 那么刚巧 他一个人选了三张 这三张里头呢 有一个 有两张 是在我这里头 关于构图法里头 我会提到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 叫三分法 那么在构图方面呢 我们先说第一个 就是简约和单一的方法 这个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为了体现 或者表达一个什么 什么 寓意或者主题的时候呢 他用单一的 简单的语言表达 比如说像画面上这个 这个 这条船 和他整个这个景色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我们在后面要说到的一个 叫三分法 这是 那个 在前两天的那个 伊萍 来找我 他有拍了一些 关于这个 跑步的 对 跑步的 他在构图的时候呢 他是找了我 以后我就给他说了 三分法的问题 那个三分法呢 除了 因为这 因为我讲的时候呢 跟我说的时候 这个时间很紧张 我要收集大量的图片 要给大家来说 但是我没有时间 那么多时间去收集 所以关于那个 那个 运动方面呢 我就没有收集到 三分法呢 这个我们就要用黑板 给大家讲一下 伊萍呢 当时有一张构图 他把这个人物呢 当时拍摄的时候 他是没有选择性的拍摄 我在这个构图法里头呢 我以后要讲 我们有一个 就是说 要有一个 提前的量的预见性 他没有做 他拍的时候呢 他把人物在中间了 跑步的动作 他在人物在中间 后来他问了我了 以后我就给他讲了 三分法 这个三分法呢 就是让他把这块去掉 到三分之一处 这样的话 因为他人是往前方跑的 给前方留一些空隙 这样的话 他有一种运动 就是往画面进入的运动 当然了 我等一会儿在这里 讲的时候 还有一种三分法 是往外走的 但不光是往里走 那就是说 往初走 还有一个他就 本身就要往初跑 在这个位置上 为什么会讲到这样子的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摄影方面呢 和美术呢 这都是相通的 我们叫构图法 这个构图法是对一个摄影作品 和一个风格化 这两个是一个摄影部分呢 至关重要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当然这个呢 这个鸟的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主题 这个是个三分法里头的中排 这也是一种方式 他们表现的 这个也是三分法呢 对 这也是属于三分法 为什么 这个怎么个三分法 三分法就是指的是 把这个画面 横向或者竖向分三分之一 哦 所以它中间秒这一块 对 对对 是这样 是这样的 今天呢 讲完以后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概留十分钟时间 可以问一下 我来给大家解答 有些人一会儿讲的不清楚 嗯 在三分法里头呢 我们讲究的是 简约和单一 在单一方面呢 就是主题明确 啊 这个为什么要放到中间呢 这就是 因为它是一个静止状态的 你放到侧面 或者放到这边呢 它都没有动感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中排法 啊 那这个三分法 为什么要把它放到下面呢 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鸟呢 它已经栽到水里头去了 啊 因为我们的镜头是伸不到水里 所以让它有一种延伸感 所以把这个镜头 就是把这个画面呢 在三分 在 在三分之一以下的位置 让它 进入到地面的 进入到水里 这样子 它也是一种动感的方式 不一定非得要 一定要飞在前方 或者是上面 那 嗯 这个呢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呢 构图呢 除了三分法以后 那 等一会儿呢 在这个 构图法和这个 风格化里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构图的方法 叫 三角形 啊 就是这 这都是我们在构图里面 最常用的几个关键的 叫三角法 这个是属于三角形法的构图 这个三分法 这里头呢 我随便找了一些举例 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呢 它是为了表现 这一张呢 既表现了一种平衡观念 有平衡的概念 画面平衡 如果这个没有云的话 这个画面有点 就不平衡了 啊 所以它做了一个平衡对比 但是为什么把它放到这呢 三分法有几个特点 一是像比如说像这个人物 如果把这个人物放到中间 我们以为表达的是一个主题 正中间是肯定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不能放到中间呢 是因为我们摄影里头呢 带有思想性 就是我们每拍一个东西呢 它一定有一个主题的思想 我们要表达这个主题思想 要表达清楚的话 你比如说 它这个在这祷告也好 怎么也好 这是一个上面一个天井照下来 一个构图 啊 我们把这种呢 叫基礼 在绘画构图里 叫基礼 以后在后面 专门关于构图基 构图法里头有个基礼表现 也会说明了 对 他是 王毕老师 那个基礼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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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好多类 基础的基 不是 那个王子旁一个基 李子还是王子旁一个 看一下 把你写一下 把你写一下 这个基 哦 基礼 哦 基礼 还是基类的 不是基礼 这个基礼呢 在美术上呢 等一会儿 关于风格化的时候呢 我会 可能在前面讲构图法的时候 我牵扯到很多的 我刚才说到 我为什么要把两个串起来讲 是因为两个是分不开的 我先从构图法里头 我讲完以后到后面 构图法有些不清楚的地方 你们慢慢就会清楚 啊 这种意图的表现 三文法的意图表现呢 主要是要让人能有一个思想的延续性 就是那边很空 是吧 里面很深远 寓意很深刻 所以才把这个镜头呢 把人物的镜头放到边上 实际上呢 以为放到边上呢 好像是不主题了 实际上是 反倒是强调了人物的特点 这是人 人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差异造成 但是刚才那张怎么是三分呢 就是小孩坐的那个位置是三分之一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所以不一定三分 非得切在三分之一这条线上 在这区域上 在那壳里 是这样子 你们可能还不明白 三分法呢 你们可能今天第一回听说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有别的定义不一样 没有 原来我们说了很多的三分法 但是这样子 就是说 画一个体词 把脚底放在脚上 然后呢 要把这个中心呢 放在这个点上 对对对 但是从摄影角度上 我今天是以艺术的美术角度 方来说 不一样的定义啊 明白 刚才我不是说到了 关于这个摄影 实际上是摄影艺术呢 就是构图和风格 都是从美术来的 我今天也强调了 我再不会去讲这个摄影方面的 我只讲构图和艺术风格 那么从美术角度上的三分法呢 指的是将这个画面分为三部分 横向或者竖向三部分 来表达它的深远意义 比如说像这个 它就往画面里头冲进去 是不是啊 还有一种风景呢 我在后面会表现 为了表现风景的地面 或者是山脉的高远 它就会强调那部分 占到三分之二 我们指的是构图法里头的 这是三分法里头的 几个风景方面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拿到这几个 这我随便找了 因为我没有 我时间紧迫 我也没有办法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 他们这个是 这几张是个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的 我们从美术的角度上来看啊 就拿这一张来看 这可能看不清了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人脸部 放的多一点 背部放的少一点 是让前面有一个开阔的一个 一个空间 而这个呢 是在正中间 这要从三分法里头 四分中间也是错误的 不像我们前面那个鸟 我们是主题是很明确的 但它这个呢 这两千是个错误的做法 那么这个也同样是这样子的问题 像这一张更是这样子 从摄影的构图上来说 它放的这个位置啊 看似好像是三分法 但是从布局上来说 它这个图像很难看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把这一部分的 对 在摄影方面呢 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会移动相机 是不是 把相机的位置移动 是来确定它的构图 但是它就是直拍式的 它这个位置是错误的 像这个也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一张的话 你看这一块的这个景很难看 它又没有按照三分法的去布局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从这个地方会截掉 让表现这个主题有一种深远 这样子是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分法的特点 是为了要干什么 关于线条的问题呢 我先在这个构图方面呢 我先给大家大致讲一点 到后面我会讲到 艺术风格里头 有一个点线面的关系 点线面在美术上呢 是一个最基本法 就是不管是构图啊 或者是画面的排布啊 和点线面非常有关系 但摄影里头呢 它也运用了这个点线面的关系 只是说是从线条 这线条里面啊 它有很多种 在风格化里头 我一会儿还会讲到平衡 关于画面平衡问题 那么在这个线条的方面呢 构图法里头 线条里面 你看有个对角线 有这个S线 这个是 术语叫S线 实际上在美术里头叫曲线美 就是曲线的平衡度 你看这就是 通过曲线的平衡画面 这是一个楼梯 它是从高空拍下来的 这是一个旋转楼梯 从高空拍的 这个呢 是讲究的一个 你看这个画面就是 它用光影的关系呢 它表现了这种曲线的关系 你看包括这个曲线 好几幅曲线 它表现了 两名的一个画面 那个平衡关系 那关于均衡呢 实际上在几何图形里头呢 掌握平衡的安排的现状呢 关于眼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色彩 对比 明啊 几个部分 都可能会在这个构图法里头 起到作用 当然这 关于这个均衡呢 我们刚才说到三分法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黄金分割 就是图像的黄金分割 还有一个品字形 也就是三角形 刚刚我要说到的 三角形的整体感 那个三角形呢 我呢 找了好多图片没有找着 实际上它就是 比如说一个人物 形成一个三角的三角关系 在画面里面 它排布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通过三分法去排布 但是我没有找到那样子的照片 因为时间紧张 画也可以 可以可以给大家画一下 刚才那三条鱼呢 对 可以拿那个墙 放弃了 刚才呢 在讲到那的时候 它那个三条鱼啊 实际上就是个 就是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这个构图 那三角形构图呢 在美术里头呢 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比价 股价动物 也可以称之为是品字形 它那三条鱼就属于那一位 我这鱼比较听话 怎么摆就这么摆 这个均衡呢 关于画面的均衡问题呢 我们在美术里头是一个叫平衡 就是叫重心平衡的问题 例如说像这个画面 如果要是说没有这几个数的话 这个画面就有点倾斜打掉了 是吧 它没有一个重心平衡 这是我们在视觉上的一个习惯的 美学习惯 包括这个的话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后面呢 我还会讲到一个叫 关于点线面的关系 在这个画面里头也能是出现的 你像这个的话是三分法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我刚才说到了 这个人呢 他为的是表现他要出去 所以把这个画面呢 不是放在这边 而是放到这边 这是在构图法里头 它是对拍摄的寓意起到作用的 像这些照片呢 都属于均衡的 都属于我们属于这个平衡法的 它如果没有这一块的话 它这个画面的整个平衡就有点倾斜了 这几张都属于这样子 我把这个构图啊 大概说了一点点 是因为我们要在第二个部分 叫风格化表现 要套起来讲 因为我要从美术的角度上 因为很多构图法呢 大家是很明白 不需要讲非常多 我主要是要从美学的这个风格化的表现 大家要讲一下 在美学上面呢 有八对十六种 就是指的是这儿 均衡于对称 这八对的十六种方法 第一个呢 是主题与构图的关系 第二个呢 是均衡于对称 及对比关系 这是色彩方面 首先我们讲一下 关于确定构图的基本形和形式线 分割画面的问题 好 就拿这几个来说 这是以光影的 是 我问一下这个 我问一下这个 往后推怎么推 往后推 往后推 你用那个的电子 你用那个的电子 这个是 左边 好 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光影影的问题 光影影影的这种画面呢 我们是讲的是黑白灰的三个关系 这个是最早在西方国家呢 是版画学里不用的 反画主要是以黑白灰三个关系来均衡 这个画面呢 我又重复了一下 是因为也是 尽管是彩色的 但是它同时有黑白灰的三个关系 这种光影影影也是黑白灰的 包括这个是 包括这种聚焦的这种光影的关系 这个是对比法的里头 我们对比法呢 在美术里头有一个叫色彩对比 色彩对比 有一个是叫黑白对比 还有一个叫补色关系对比 这一类呢都属于补色关系对比 还有一个就是叫构图法 就是我们叫点线面的构成 构成呢是由黑白灰三个关系组成 但这三个关系里头呢 又形成了一个形成了一个框架 你比如说像这个呢 这个属于色彩对比 但是它是属于图形 就是属于用建筑物的这种图形 拍的局部的照片 这是构成的 因为今天要讲的是摄影部分呢 我关于点线面的问题 我想在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说一下 把这个灯打开 在美术学里头呢 有个点线面关系 是属于构图法里头是最基本的 就像我们的数学里头 加减乘除一样 是最基本的 所谓点线面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 一个点的移动 是线 对吧 一个线的移动是面 那么在画面里头的平衡关系上呢 我们有的时候呢 在画面里头 我们叫渐变法 就是由这个高密度 往低密度的转换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在色彩 色彩块状的时候呢 我们叫明度推移 就是由最黑的一直到 推到明度 一直到推到明度的推移 这些方面呢 我们都组成了 都是由点线面的关系来组成的 所谓的点线面呢 在构图法里头 可以同时出现的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在美术学里头叫聚散关系 也就是点线面的关系 聚散关系的话 就是比如说 我们叫三五成群 对吧 一个或者三个 或者五个 这就形成了点线面的关系 这五个就是面的关系 这个是点的关系 这是线的关系 但是它这种排列的话 如果我们是阵列排列的话 它就形成了线的关系 这是在美术学里头的 最基本的构图的关系 我想考试一下 老师这构成是什么 不是面吗 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构成 构成呢 我们有两种构成方式 一种构成方式就是规矩性构成方式 叫对称性 一种是非对称性 但这两种都属于刚才你们提问的机理 我们都称之为机理效果 在这个我们选的这个作品 摄影作品里头 有一张画面 我看到了它拍了一张青 就是一个像一个原始热带雨淋 整个有很多的东西 它拍的是一个局部 那个就属于它局部机理 但是由于它的用光色不好 后来那张就被选上了 那个就属于机理 那这个呢 它都是运用了构成法和机理的这种关系 我们现在拍摄影呢 常规一般都是拍一些风景呀 人物呀 是不是 那么我刚才说到的 我要到最后 就把这几个关系说完以后 我要讲一下就是 关于每一个摄影家或者艺术家 我们怎么样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个性 那就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卖点 就是说我喜欢什么样的 或者是我拍什么样的东西 这都是属于黑白灰的三个关系的平衡和对比法 这个都属于就是在平衡对比法里头呢 叫曲线的美 表现的是一种曲线美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机理实际上是属于一个植物的一个局部 嗯 嗯 新人讲 这个属于建筑物的一个局部 利用了光影关系 显示出来的一个 这个在风格化里头呢 都属于色彩对比 那么关于风格化里头呢 我们除了有对比 到前面看一下 到前面看一下 它在构成 我们说的是平衡曲线 激励 这几个都属于构图 构成法里头的 你可以使用其一个和光影影和对比 黑白或者是色彩对比 这三种结合起来 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画面 就我们不管是拍风景也好 或者拍局部也好 我们都都需要在构图上或者是色彩上 对比的各方面呢 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综合的考量 对不对 再一个还有一个是 我们在拍的时候呢 刚才那位老师说 他在拍那张的时候 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艺术构图的方面呢 我们摄影家呢 应该有一个预见性 这是我建议 美术呢 它可也是有预见性 这个预见性 美术的预见性是这样的形成的 它看到很多的画面 它把很多画面的元素 通过我们的对比手法 构成法和均衡平衡 黑白关系 还有聚散关系 这一系列的艺术的手法 把它聚成一个画面 来达到一个完美的画面 那么我们在摄影方面呢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们在学校里头有一个摄影 就是我们学校有的摄影专业 大量的图片都是后期制作的 它实际上是我们 它不是什么真正的意义上 摄影不是说拿相机一拍 它最后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艺术 这种艺术是可以进行后期制作的 还有关于风格化的问题 我们在拍的时候 预见性里头还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些色彩的感知 比如说这个画面拍摄的时候 有的呢不是像这些画面 它不是靠后期把它变成这个色彩度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古典风格的 它完全是靠这种光影和它的摄影技术 一次把它做到的 就是我们在美术上呢 有一个叫调性 什么调性就叫色彩调性 这个调性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就应该预计的 就是我们今天拍的这个画面 主题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我需要用什么样的色彩去表现 能表现出它的 我所要表达的这一个景或者物 这个都属于它们在拍摄当中呢 就已经预见好了 像这个这种方面呢 这个方面 这边这个方面呢 实际上就是它带有一定的预见性 这种预见性呢实际上就在美术上呢就是叫构思 我们也要构思 所以我们提前呢就把很多在景物当中看到的东西 进行预见性的构思 然后进行等待 最后就拍出这么一个画面 这种方面呢实际上是 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什么巧合的 并不是什么巧合的 而是真的是有前瞻性的 像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就完全它是利用的这种 桥洞和光影的关系拍摆 这个呢 这种画面呢实际上未必是我也不太清楚 我只是想说明一个美术风格方面的 这些这个画面是不是它后期制作的不知道 但是呢我所知道的很多摄影呢 都是直接拍摄成功这样子的极有效果 我们说风格化 关于风格化的话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说 美术呢作为艺术作品呢 有很多人他在一生在追求的时候 他慢慢慢慢就要追求到自己的一个个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拍摄我喜欢拍风景的 我以后都拍风景 我可以把风景拍成各种各样的风格 比如说古典的啊 后现代的呀 或者是当代的啊 或者像那样子的构成 构成的黑白灰的关系的那种构成法的 都可以 但是呢 我们最重要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拍 每个人呢他都有各自的爱好和喜好 各自的个性喜好 所以他就开始慢慢逐渐 根据自己的艺术里程 开始有选择性的进行艺术的追求 比如摄影师也是艺术家 那么艺术家呢 他就要找他的气味 就是他的艺术的追求的气味 比如说有的人 他就找各种各样的局部 他的树木的局部啊 或者是其他方面呢 我们都称之为基礼 刚才我说的叫基礼 这种呢 属于这种水啊 或者是光和影构成的基礼 这种属于 这种属于就是地质构造形成的基礼 但这种基礼呢 他发现了其中的色彩变化 这是羽毛的基礼 这是一个羽毛 这种呢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实际上带有一定的预见性是在这儿 他把这种构图在拍摄前 在脑子里已经形成了 形成了以后呢 他会去做这样子的摄影 比如说也可能这个是他发现的 自然界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不知道 也可能是他直接就在他的摄影棚里头 做了这么一个基礼效果拍摄 都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说 艺术家需要有自己的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的追求呢需要个性化的发展 美术也是一样 有的人说说 这个人一辈子都画的是这个 比如说赛尚啊或莫奈 你看他画的所有画 不管表现什么主题都是一个风格 原因是他在之前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他认为那样子是能表现他自己 所以他以后的作品都会是那样子 摄影作品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这个说法对不对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美术学里头呢 确实是一生在人类人对艺术追求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化发展 他追求艺术的角度 试点啊风格手法 他都会有区别 这个区别呢慢慢慢慢他就形成了个字 不是说的是今天你拍的这个 和他拍的那个很累头 那个实际上就是没有思想的东西 思想的东西一定是一个个性的东西 这个呢你看他这个呢他属于就是叫色彩的对比 也是这是一个建筑物 这个呢我就说到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选了很多构成的 因为我在这来了以后 我发现大家经常在微信里头在哪发的都是 要不是人像要不要风景 是不是 我今天这样子给大家建议一下实际上给大家说一下 就说在摄影艺术里头或者在美学艺术里头呢 有很多东西需要大家去开发需要大家去探索啊 这种探索呢实际上呢说这一部分呢我的感受是 大家好像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今天把这一部分放的比较多啊 你比如说你像拍的这一类的都属于局部的 这个可能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呢这种偶然出现 你看看这种色彩的这个红绿的这种配的这种对比法配的非常好 是吧 它这种构图的运用 是不是啊 包括这种构图的运用 以后我等一会在后面的人像里头会说到 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构图的标准的几种做法对比 啊 还有这个三分法或者是对称性这以外呢 还有一种在美术学里头叫恰头去尾 恰头去尾呢 你看像这个呢 它它利用了构成 但是它也利用了恰头去尾 什么叫恰头去尾 就是把头部和尾部整个取掉 取的紧呢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不完整的紧 啊 等一会在后面呢我会表现出 我会有几张照片给大家说明这个问题 你看 这张画面呢就是利用了美术学里头的黑白灰三个关系 说到这个呢 黑白灰的关系呢 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用黑白的去表现 彩色的表现也会出现黑白灰在美术学里 它只不过是黑白灰是三个简单的语言而已 但是在色彩学里头 比如说它的三个不同的颜色形成了一个反差 特别大的都称之为黑白灰关系 还有一个关于艺术风格的摄影的建议 就是说我们在摄影里头呢 我们不光是直白的去拍 可以用很多的手法方法去造就一个艺术作品 甚至像美术就是像艺术作品像绘画的东西 据我知道的世界上有很多的艺术家 他一次拍出来就可以拍成一个水彩画的感觉 或者是油画的感觉 或者像板画的感觉 就是板画呢是黑白灰的特别明显 但这种呢都是从摄影里头 我们叫风格化的表现 刚才我说的第二个 这都属于一类 就可以通过相机表现出在美术 在艺术领域里头的各种手法 我们叫跨学科领域 现在在当今社会的那个美术学里头呢 我们在美术学院里头 已经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理论了 就是说你学中国画的 你要懂板画学 你要懂油画 你要懂水彩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把中国画要进行变革 不是说是一味的 就是照老传统去继承和发展 比如说是油画 油画的表现 你可以用油画的这种材料 去表现板画的内容 表板画的技法 水彩画的技法 我在俄亥俄呢 就看到一个油画家 他就是靠拿的是油画 去表现的是中国画的 你们可能想 油画怎么能表现中国画呢 它真的表现出来 我说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今天主要是要讲的是 风格化的问题 就是想给大家提示一下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 和非常大的空间 艺术空间 摄影空间 都可以借助于美术的各个门类 去发展 你们以前没有学过美术 所以可能对美术的门类 不是特别清楚 或者是 那么我今天是通过美术来 开就是启发大家 在摄影里头 尽量的去 风格化的表现 手法上的表现 刚刚说到那个问题 我继续讲一下 就是说在美术学里头呢 我们有的时候 在国画里头 我现在开始用 国画的手法 体现 用油画 或者是水彩的技法 去表现 我呢 现在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部分 就是我是画中国画的 我已经开始用中国画和水彩方法结合了 那这一次呢 这个展览里头 有一幅就是这样子 我这一次在这个 莱诺的亚裔文化节里头 有两张作品 其中有一张就是 中国画传统的 和水彩画结合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跨学科 才会有创新 实际上最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摄影一定要多样化 和多变化 和个性化 美术也是同样的 如果你想一个中国画 用了油画的手法 油画的手法 用了国画的手法 它是不是进行了变革 这有了新的创造力 是吧 摄影也是同样的 摄影可以借助很多美术的东西 对不对 美术的拍出来的像水彩 拍出来的像板画 拍出来的像构成 就是我们叫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里头 对刚刚说的点线面的关系 就是构成 点或者线 我们在前面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这种构成呢 实际上就是点线面的关系 它是用点状的 你看它所有都是点状的 这个是线和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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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白灰和线和面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叫画面平衡 三个方面组成了这个画面 这个也是 黑白两色的 这个是 就是这种 这种摄影呢 实际上都是 版画起发来的 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叫黑白灰的素描关系 你看 这个画面呢 也是同样的 就是我为什么今天会拿了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举例呢 一是我的时间不够了 我实际上我搜集了几百张图片 我一直没有把它 整理得很好 因为我最近太忙了 但是呢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说的是 你们不知道今天多讲一点 就你们 因为我看到的大家都在拍摄影 都是常规的摄影 比如说风景 或者人物 或者什么 前面也讲了一些构图的 我想我为什么前面的构图法讲的不是特别细 是因为大家也大概也懂一些 那么我想通过摄影 通过这种个性化表现的方式和构图法结合起来 讲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启发 让大家明白 在摄影里头 我一直在强调 就是要多样化和多变化 你看它这都是运用了一些局部和光影的关系 实际上这种关系呢 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就是个还是个点线面的关系 什么叫点线面的关系呢 你看啊 它这种形成的这种散状的叫线 它四个大块 四个色彩块 你看 两个大色彩块 我们是一个整端的叫面 线呢 是在里头的 你看它这个倒影的这个光影 就是叫线 又是光影关系 包括这个是可能是在 在一个玻璃的后面拍摄的 然后打一个强灯光 这种在电影手法里头经常出现 以前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晚上拍的是白天 你说怎么拍的 我们就是这种方法 打强光 对 就是在窗子的外面打一个强光 挂上窗帘 然后在室内拍 你以为它是白天 实际上它是晚上在拍摄 就是这种方法 就是说是很 我说的这种风格 就方法 就手法非常多 能形成各种各样的风格表现 这也是一个风格表现的一个方式 它把摄影呢 关于人像 我不从摄影角度上说 我从美术的角度上说 这种方法呢 我们叫恰头趣味 刚才我提到的 很多人呢 以为画面的完整性 就是它的最唯美的 实际上错了 我们在美术学里头 除了这种 刚才讲的那些以外呢 我们还有一种叫残缺美 我们说到这的时候呢 提示一点美术方面的问题 那个罗丹 或者是那个米开朗基罗 做的一些雕塑 你们可能会看到 在罗丹看到 它整个是按写实去做 但是你有的时候会发现 它某一个部分 为什么是破损 你以为是它历史流传下来的时候 做的破损吗 不是 是艺术家故意的 它用榔头 把那个地方敲掉 它就是让有一种狭想 或者是有一种缺陷的美 我们叫残缺美 本来的今天这个讲座呢 我最早给田丹在建议的时候说 我应该想 想是想给大家先讲美术学的 美术学 再讲这个 你们就特别明白 一是讲美术 西方美术和中国美术的发展史 和个性化的发展里程 就是它这个绘画怎么样去 到今天从古典艺术 到今天的什么当代艺术 中间走了很长的路 比如说威尼斯文艺复兴时期 法国农村规划时期 这几个历史时期 怎么造就了这样子的艺术家的变化 它是为什么会变异 实际上我今天在讲这个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给你们一个提示 就是说摄影也需要掺杂于美术的各个手法去表现 而不是说表现最常规的东西 通过三分法也好 黄金分割法也好 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认为非常唯美的画面 而没有运用构成残缺 这一类的或者是这一类的 就是说版画的油画 或者是美术学的一些手法去表现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讲一下关于风格化 这种呢 就叫 我们叫洽头去的 这个是比较完美的 好 那说到这儿的话 我要给大家说一点 它这种画面的拍摄呢 实际上是在 在美术学里头呢 我们在摆进幕的时候 最讲究的 我们在学 在美术方面呢 考试的时候呢 专门有一个 有一个小组 叫 进物组 就是专门摆放 专门它去摆放这个 那么我们摆放的时候呢 像人像摄影 可能你们都知道怎么去拍 没问题 用光怎么去用 都没有问题 但是怎么摆放 从美术学上 我想给大家多讲一点 美术学上呢 在摆放这个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人像拍摄的时候 我们在用光的时候呢 我们先 首先不管 不管你拍摄出来的效果 我们先考虑的是摆放的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用光啊 光影 比如说它这个光 就拿这个画面来说 我们在摆这个光的时候呢 是一定是最大限度的表现出 它的这个人的特点 它的五官特点 我们运用的就是黑白灰三个反差的关系 把这个特点用这个明暗关系 我们叫明暗啊 就是美术学上叫明暗关系 先用明暗关系 摆放好了以后 我们就认为是可以了 但是在摄影里头 你们也应该说是可以了 我们在摆放的时候是这样子 考虑的是 不是说的是 嗯 怎么样去用光 或者怎么样 我们是考虑的是 能把这个画面最大限度 表现出它的这个模特 或者这个镜物的特点 你看像这一张也是一种个性化的 它从美术学上来说 我们叫古典绘画 它完全拍得像一张绘画的作品 像这都是 这个呢 在摄影里头叫高调摄影 是不是 在美术上面呢 我们叫淡彩 淡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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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彩就是淡色的彩词 淡彩 对 所以说 今天多讲一点美术方面呢 可能对大家 对以后摄影呢 有很大的帮助 你只了解一下摄影怎么样和美术去穿插起来 怎么样运用美术的 美术学的一些原理 和美术学的一个美学的观点 你像这个都是 这一类的话 我们都是叫风格化的表现 就是说 在拍摄的时候 它的主题就是 它就表现它这种肌肤 或者是这种 它就用一个色调 我们叫调性 叫调性设计 把这种调性 把握好以后呢 你可以直接拍 你也可以在后期制作上去完成这个动作 你看这个也是 这也是一种风格的表现 但是这个应该是放在前面的双方法里头的 有些画面呢 你们都知道 为了表现一种主题 或者是 或者艺术的感受 把一张彩色的变成黑白的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你们知道的原理 是吧 是为了 黑白的就是为了表现它这种 当时的景色和这种感受 这种彩色的是一种悠闲 但是呢 在美术学里头呢 我们叫个性 叫风格化表现 像刚才左边那张画 那个位置 为什么放在那种特别的位置 怎么讲呢 这个是不是 对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个放到这边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的是 它这个表现我也不太清楚 我大概给你讲一下我的感受 它这个感受呢 实际上它是要过去 一定要让它走掉 它是过去的 就不能让它再现了 因为它很痛苦 或者是 它可能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美术学上 所以它为了 它把这个画面放在这边 是要让它离开 成为过去 它是思想上有这么一个意图 我想这个摄影师当时的地图是这样子 如果像这种比较 像这样子的 我们再往前放 像这个就不可能了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是 让它有一个延伸 远景 就继续往前走的一个概念 所以放到这 绝对不会放到这 放到这 放到这痛苦了 是不是 比较痛苦 它就要让它过去 所以那个画面 我想是那么一个意义 所以表达特殊情绪 对 所以说我们说 这个在美学上呢 就是说的是 风格化的表现呢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拍摄 是一定要有思想性 就不是说是拿着相机把它拍出来 漂亮就行 一定要想 我们怎么拍 怎么预见 怎么样构图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区 很多人说摄影 比如说 很多人说摄影不是艺术 摄影就是拿着现代工具在玩 实际上摄影已经成为艺术的一个门类 现在全世界的艺术院校都已经设立 都已经开办了这个摄影专业了 很早就开办了 实际上它是一个艺术门类 但是这种艺术门类 我们需要懂很多美术方面 美术方面 因为发展的历史比较有 比较长 所以它比较讲究 那么我们把这种讲究呢 是不是需要让摄影的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我说的是它的构图呀 色彩呀 风格呀 这一类的问题 像这种画面呢 都是要极度表现一个脸部的关系 所以它 我们叫构图叫恰头趣味 都是把它裁得很小 表现脸部 不让它有一个完整的 还有一个呢 我找不着图片 我找不着图片 我没有找着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 恰头趣味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非常大的场景 一直在有动感 但是呢 我们怎么都把它拍不完的情况下 我们让人有一种遐想 就是有一种就是画面以外的遐想 这个时候就或者是画面能拍完 但是为了让它有一个画面以外的更加的遐想 我们在裁的时候呢 或者在取景的时候呢 就把它取得不完整 就把它取得就是周围的全部都在画面以内 甚至有些都把它裁掉了没有了 让它一种遐想 我们叫恰头趣味 这个最早恰头趣味这种构图呢 最早是在插画学里 就是我们做的那个古典的 书记的插画 里头经常会出现这种画面 连环画也是这样 对 插画就是连环画 是连环画的一处分 你看这种都是利用了一些基礼关系 局部的基礼 就是说 我放了很多这样子的事 让大家知道 除了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以外 我们肉眼看到的但不注意的东西 局部的东西也非常的美 只要我们运用好我们的构图法 或者是美术学里头的几种 几种风格法的都可以成为一张非常好的热影作品 比如说我们这回选的那几张里头呢 其中有一两张就是局部 不是说我喜欢那一类的材料 去选它 是因为那一张还真的不错 我们选它也不是我一个人选 好几个人选 你看像这个画面呢 也是利用了点线面的关系 好 拿这个我来说一下 关于刚刚前面没有讲清楚的三角 这就是形成了个三角画面 它这种人的组合方式 这种三角 我们要形成在点线面里头叫面的关系 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面 独立一个人在远处形成了一个点 点状关系 整个的这个背景属于面 大面的关系 然后有点线面 这个属于线的关系 就形成了点线面的原理 这个呢也是属于这个机理的关系 它拍这种房屋上面呢 就是为了拍一些局面的机理关系 那怎么回事呢 到这儿呢 最后一点 我要说到的一个就是 刚才一开始说的 很多人说 后期制作的摄影 不是好摄影 认为甚至都台斥这种后期摄影 后期制作的摄影 说后期制作呢 不叫本事 拿着相机拍出来一张 根据我前面所讲的个人 你注意了构图 注意了风格 注意了色彩的调性 注意了构图的方式 各种问题都注意到 也有预见性 也有思想性 一次拍成的叫摄影 那这种合成的不叫摄影 错了 这种合成的也是一种艺术 在这个 现在在西方 西方国家的摄影 就是美术学院里头的摄影专业里头 专门有一个研究合成 合成